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其实这套公演的话说实话准备的时间和我们的stuff我们的粉丝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我们的老师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心去等待去准备的 所以就是感觉一定不能够出什么差子而且一定想要把这个作业很好很好的展现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unit一些道具都是我们自己去想想办法贴合那个主题 还有去一些比如说效果啊想给就是那个观众们带来的视觉的享受 我们无论是选曲还是舞蹈或者是服装 大家都是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筛选 然后对所以就是今天呈现给大家的已经是改过很多遍的 小姐姐谦虚了这么用心的准备自然会吸引大批粉丝到场声援力挺 暖心的各位也表白粉丝大家都辛苦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首演昨天他们在那都忙到凝晨的那种就是一个一个 就是他们自己也有工作嘛 然后会在工作之余过来帮我们去一个一个荧光棒装着 然后一个一个去贴我们的装着 然后一个一个去贴我们的名字 2018年各位成员除了音乐作品之外 全新的影视综艺计划也有在筹备当中了 因为我们BG4T人很多嘛 然后每一个成员他身上的属性其实是不一样的 然后会有一部分成员在综艺啊在影视啊 甚至在歌舞上面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发展 然后也觉得今年2018年我也相信BG4T应该会向四处开花 对 就是综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那种真人秀的 然后就是感觉那种实际性的挑战是比较适合我的 如果说就是有各种这种机会的话 其实我愿意去尝试任何一种就是方式 未来就期待BG48各位小姐姐的更多作品了 我愿意去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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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去尝试一下